你看 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 播的鼓点特别碎 她准备时间太少了 这编曲还没有到二十四小时 好 唱得很激动 其实是更多的是紧张 没关系 我们来听听看 三位伯乐对你的演唱 觉得怎么样 秀怡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 我都好怕这种问题 对 特别可怕 真的 我们学校老师都是这样 有这个问题 灵魂考温 我 我觉得可以更好 有点紧张 中间的那一块 是不是都没在情绪里面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 可能时间有点紧 我准备得不够充分 然后 我的表演 虽然在我的努力之下 我把歌词都背下来 没有背错词 但是我觉得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觉得你首先 应该记住一点 唱湖南的歌 湖南人的精神不能忘 强得哭 来的烹 不怕死 拔的马 就是你管它呢 我站台上我就是最大 那种自豪 自信 对家乡故土这种非常炙热的这种情感 应该在这个歌里面 得到一个特别明确的表现 我相信 只有秉持的人的一种精神 他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 走得更扎实 雷霞老师就是雷霞老师 杨晨秀一 能否成功进入下一赛段呢 请揭晓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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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大家都很强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自己 很有可能会被他淘汰 他有点不一致 有点闲 我知道对一首歌不熟悉 是有多么恐惧 真的 完全不怪他 恭喜 恭喜杨晨秀一 还是给瞎坏了 我真的大哭了 因为他刚才就一直憋着紧张的情绪 喜极而泣 真的 我觉得太难了 来 我们整理一下情绪 没事 是不是现在眼泪就可以代表秀一的情绪了 是不是很 谢谢大哭 谢谢大哭 谢谢老师 你有充足的时间去 去在这个舞台上去释放你的感受 这是我听过的最生动的晋级感言 就是这个 这个排列特别不容易 当时 今天早的时候 我们三四点的时候 因为大老师等我等到最后一个 然后拿出来 就是重新的改了调的版本 给我 给我一起唱 然后大家都想睡觉了 然后 今天 今天 今天是个编曲 秀一 对不起 没有 不用对不起 就是 你要知道 刚刚你的这段感言 在说出来之后 后期上字幕的时候 你要去加班的 也要去这么爱个翻译说 我当时说的那句话 是在感谢所有现场的知音 还有感谢导演组的老师们 感谢乐队的老师们 感谢编曲的老师们 感谢编曲的老师们 以及感谢萨维伯乐 我感谢小琪哥的翻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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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可不是 大家的时间了 然后我觉得我 我还是没有 超好 太�로了 秀逸加油 我当时还敢叫急 无畏杂陈 我觉得这两首歌 并没有让大家看到一个全面的舞 大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我能够给大家展现一个 我自己满意的舞台